各位觀眾朋友晚安 我是黃明明 歡迎收看今天二月二號的新聞 全球化 首先要告訴您 國內今天有三起境外移入病例 分別來自於美國 日本跟菲律賓 而布里桃園醫院的群聚感染 今天並沒有新增本土案例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將從明天開始 啟動清零計畫 採檢全院兩千多人 以確保沒有潛伏病患 還有一件特別的事情 就是昨天公佈由日本入境的案913 指揮中心發現他是假裝有症狀 騙到第三次採檢機會才確診 將要對他依法處理 衛福部立桃園醫院群聚感染事件 已經連續三天沒有新增本土病例 疫情指揮中心將從二月三號起 啟動清零計畫 一連三天 將採檢兩千零八十八人 包括醫院全部員工及外包人員 會進行PCR核酸檢測和血清抗體檢驗 以釐清院內感染狀況 確保沒有潛伏病患 而外界也關心部桃群聚感染十九位確診患者的病況 指揮中心表示目前有兩人是重症 在加護病房使用呼吸器 四位有肺炎症狀 其他都是輕症 有幾位病毒量很低 正在等待解隔離 至於日前從日本境外移入個案 本國籍三十多歲男性案九一三 曾在日本確診 後來在日本臺灣兩地採檢八次都是陰性 反臺第二十天 自主健康管理期間 假裝有症狀 安排採檢才確診 指揮中心表示 會依法追究責任 此外有布桃員工向媒體投訴 疑似有布桃專科醫師 跨院到布桃新屋分院及桃園療養院看門診 引發外界恐慌 對此 陳時中強調 這些允許跨院看診的醫護人員都是安全的 都經過審慎評估 而且從一月十一號起 布桃本院及新屋分院的醫護人員已經禁止到桃園療養院支援 民眾不需要過度擔憂 記者 拉什麟 蔣龍翔 投報道 中國公安人員破獲製造假疫苗的犯罪集團 他們是利用生理食鹽水冒充新冠疫苗 現在已經逮捕到了八十幾名嫌犯 查扣到三千多支假疫苗 另外 歐洲刑警組織也提出了警告 表示有犯罪集團偽造陰性檢測證明 在各地的機場 車站 還有網路上面販售 很可能成為邊境管制的漏洞 疫情肆虐全球各國積極研發疫苗 中國強調全國接種超過兩千四百萬劑次的疫苗 但卻被發現有不法分子趁機大發災難財 中國公安近日破獲大規模假疫苗案件 犯罪集團從去年九月開始利用生理食鹽水加工製成假疫苗 還稱稱加價銷售 中國公安一舉逮捕八十多名嫌犯 查扣三千多支假疫苗 中國公安宣稱所有的假疫苗流向都已查明 另一方面媒體則大肆宣傳 都國排隊採購中國疫苗 首批援助疫苗已送達巴基斯坦 但中國衛健委二號公布 新增確診病例三十例 其中本土病例有十二例 全都集中在東北 分別是黑龍江八例及零四例 東北人是重災區 黑龍江有量飯店冷凍食品 核酸檢測陽性 以勒令業者停業 進行全面消毒 許多國家目前仍有旅行禁令 要求旅客入境必須出示陰性病毒篩檢證明 但歐洲刑警組織市警指出有犯罪集團 偽造陰性證明 標榜高品質的偽造文件仿真度極高 並在機場 車站 網路販售 像是法國戴高樂機場 去年十一月查獲的假證明 售價介於台幣四千九百五十到九千九百元 至於英國 西班牙都出現類似案例 甚至傳出已開發相關的手機應用程式 而微證明也變成邊境管制漏洞 必須提高警覺 記者黃捷 謝正琳綜合報導 繼續要問您報導 美國又發生警察執法過當 引發群眾抗議的事件 這次地點是在紐約州的羅撤斯特 上週五晚間警方接獲了一起家庭糾紛通報 宣稱有一名九歲女童揚言要自殺 還要傷害她的母親 多名警察隨後就到場處理 準備要將女童送醫治療 但是女童轉身逃跑 警察追上之後把她壓制在雪地 並且反手上銬 強壓她上警車 過程當中 女童不斷地叫喊要找爸爸 而且一直的掙扎 警察就氣得說 你的行為就像個孩子 女童還回嘴 我本來就是個孩子啊 警察接著威脅 你只剩最後一次機會 不然胡椒噴霧 就等著要進到你的眼睛 這個時候 旁邊還有另外一個警察催促噴她 接下來就聽到女童痛得大叫 幫我擦一下眼睛拜託 但是警察直接關上了車門 沒人理她 密錄器內容曝光之後再度引發群眾上街的抗議行動 從州長 市長跟警長都認為 警察執法過當 涉案援警 目前被暫時停職 靜候調查 國特斯特又發生警方執法過當的爭議 當地時間一月二十九號下午 警方獲報前往處理家庭糾紛 得知畫面中這名女童揚言輕生 還要殺害媽媽 準備將她送醫 但女童大喊大叫 不斷反抗 警方不理會她想見爸爸的要求 將她壓在雪地上靠 警方接著強壓女童上警車 並且責怪她的行為像個孩子 女孩回嘴後繼續哭鬧 不肯就范 這是一名女警上前安撫 答應會打電話給女童父親 但卻威脅不配合 就要噴呼叫噴霧 就在女童吵鬧不休時 另一位警察下令使用噴霧 女童這時不斷呼喊幫我擦眼睛 但幾個警察從耳不聞 便將警車車門關上 這段影片在事件發生四十八小時後曝光 包括紐約州州長 羅撤斯特市長和警長都認為警方執法過當 但警察公會卻表示 警方並未違反既定政策 隨後當地群眾便發警黑人的命 也是命的反騎士示威 目前涉案的警察已經暫時停職 近後內部調查 這不是羅撤斯特第一次爆發警方執法過當 去年三月 當地非裔男子普魯德 遭警方戴上防兔頭套 強壓面地這起死亡 警方試圖隱瞞 推脫當事人死於吸毒 監視影片半年後才曝光 七名涉案警察遭到停職 警長也因此下臺 但類似案件再度上演 越官當局承諾將全面檢討警方執法文化 並加強警方的危機訓練 公視新聞中惠敏別議 繼續要帶您關心緬甸昨天發生軍事政變 時至領導人翁山蘇姬和總統溫明都被逮捕 部分地區的網路跟電話也中斷 混亂不安的氣氛讓超市湧現了搶購潮 而當地的台商指出 今天街頭情勢好像稍微緩和一些 不過軍政府的管制相當嚴格 航班也已經全面停飛 外交部正在密切關注緬甸政局的未來發展 緬甸一號發生軍事政變 翁山蘇姬等執政高層遭拘捕 也導致當地網路斷訊超市湧現搶購潮 以及銀行暫停營業 在陽光的台商表示 二號街頭上人車雖然變少 但民眾都還算正常生活 在瓦城的臺灣僑民則說 軍政府嚴格管制 宣布航班全面停飛 因此影響到反台計畫 陽光看起來還是蠻平靜的 車子有少一點 今天車子少很多 然後有些電源是關起來 主要是米 油 這些每天都用得到的東西 就影響比較大 如果惡化的話 也許民生物資會通貨膨脹 緊張感或怎麼樣 因為大家都說先安靜下來 看看是什麼狀況 二月中旬回去 它已經訂好了 全部弄好了 現在就是國際航班跟國內航班都沒辦法飛行 我國在陽光設有分行的玉山 趙鋒和國泰士華銀行 也在緬甸央行通知下 二號都恢復正常上班 外交部表示 目前掌握我國在緬甸的民眾 人生安全都未受到影響 會合助緬甸代表處保持密切聯繫 只是中國外交部長王毅上月中才訪問緬甸 並和緬甸國防總司令敏昂來見面 有外媒分析中國正拉攏緬甸抗衡美國印太戰略布局 專家舉出 雖然緬甸在印太戰略的重要性不及印度或台灣 但近來緬甸加深周邊國家的軍事合作 中國影響力是否在當地擴張影響區域安全值得關注 綜合報導 針對緬甸突發的變局 美國總統拜登已經表示不排除恢復對緬甸實施制裁 聯合國和歐盟也同聲批判當前局勢的發展 對緬甸民主改革是一大挫敗 二月二號清晨 緬甸仰光街頭依舊平靜 沒有任何軍事政變後的跡象 而緬甸與泰國邊界 由於緬甸軍方一號禁止泰國 載運玉米的貨車入境 二號恢復通行後 也湧現車潮 今晚緬甸首都奈比多也風平浪靜 汪山蘇姬所屬的全國民主聯盟總部也沒有任何異狀 但當地的非政府組織成員擔心 這是暴風雨前的寧靜 針對緬甸軍方一號突如其來的奪權舉動 美國總統拜登一號發表聲明 雖沒明確說出政變字眼 但呼籲軍方尊重緬甸十一月八號的選舉結果 也暗示美國可能隨時恢復對緬甸的制裁 而聯合國民主長也透過發言人呼籲緬甸軍方 一級釋放包括國務資政汪山舒基 總統溫敏等四十多名政府高層官員 歐盟是緬甸目前第三大貿易夥伴 但對緬甸實施武器禁運 歐盟一號呼籲緬甸軍方立即無條件釋放遭拘禁人士 更直言緬甸現在就是政變 是否會取消特殊貿易夥伴關係 還有待觀察 溫散素基一號也發出聲明指出 已經掌權五十多年的緬甸軍政府 正在試圖重新實施獨裁統治 他呼籲緬甸民眾不要接受 站出來抗議軍方策動的政變 至於大批逃亡孟加拉的緬甸若開幫的羅辛亞族人 在得知緬甸政變後 也認為返鄉之日更加遙遙無奇 公日新聞靖遠請編譯 一個非常特別的財經現象 就是散戶大局買進遊戲議戰等冷門股票 嘎空華爾街對沖基金的效應 現在延燒到了貴金屬商品 在網路論壇號召之下 白銀期貨價格星期一 漲到了八年以來的新高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宣布 調高白銀期貨保證金 來抑制瘋狂散戶 今天亞洲盤價格已經回落 一號國際銀價跳空開高 一度漲破每盎司三十美元大關 收盤仍然上漲百分之八點六 佔上八年新高價 從一月底以來 銀價已經上漲超過百分之十六 原因是社群網站 Reddit的華爾街下注論壇 開始鼓吹散戶買入銀條銀幣 銀況股票跟相關的ETF 試圖複製遊戲驗戰 黑煤跟AMC等各股的軋空行情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宣布 二號起調高白銀期貨保證金 抑制瘋狂散戶 亞洲盤隨即出現跌勢 機制銀行貨保證金 偶然加上刊 卻損持續攤自身貨保證主意 悃貨保證金 歷有關於消費的財動 專家指出商品市場規模更大 流動性更高 白銀有工業需求 市場做空部位少 散戶很難嘎空 動能可持續多久 也還不確定 因此不建議散戶貿然以賭博心態 進場 華爾街下注論壇也有貼文 警告 炒熱銀價反而會讓大投資銀行的基金獲利 但經過上個週末的散戶狂買衝刺 許多交易商都發布停售公告 標注食物銀短缺 公日新聞 市會中編譯 英國正式宣布 已經通報CPTPP將申請成為第一個 非創始會員國 藉此加強跟印太地區的貿易關係 而我方外交部認為 英國申請加入 為臺灣提供了一個好機會 我們也將在最有利的時機點 跟最佳條件之下 向CPTPP提出申請 不過 因為日本是今年的主席國 政府預估核災區食品進口問題 是必須要克服的貿易障礙 英國國貿大臣特拉斯一號宣布 英國已經正式通報 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 將申請成為該組織首個非創始會員國 藉此加強跟印太地區貿易關係 外界解讀是為脫歐後的英國加強準備 也是藉此立促美國重返CPTPP 而我國是否也有望加入 外交部表示將在最有利的時機正式申請 那我方樂見CPTPP現在正式啟動有新會員加入這樣的一個機制 那這也會提供臺灣我們加入CPTPP的一個契機 我國政府會在最有利的時間點跟最佳條件之下 我們也會正式的向CPTPP來提出申請 外交部強調 目前我國與會員國的工作階層 細部討論及諮商工作正密切進行當中 但是目前都還處於非正式諮商階段 CPTPP目前共有日本 墨西哥 新加坡 越南等十一個成員國 而日本今年身為CPTPP主席國 是否駐臺加入 政府坦言開放核災區食品確實是必須要克服的貿易障礙 必須要克服這個貿易的障礙 所以必須要符合這個精神才能夠這個 跟其他的這個成員國做進一步的至上 這也不是說我們開放日本的核災區食品 然後就必然的日本會為我們這個去爭取這樣的一個加入的這種門票 核四勝分析根據規定提出申請加入 CPTPP將成立工作委員會 在經全體成員國一致通過之後才算正式加入 這估計得耗時一年 雖然中國不在CPTPP裡面 但是畢竟還是對其中會員國有影響力 臺灣能否通過是問題 而現在美國拜登政府主張優先解決國內經濟 接下來是否要重返CPTPP 態度還不明確 後續還要繼續觀察 記者 韓英朋友 左往心中綜合報導 美國太空總署NASA半年前發射的火星探測器 毅力號 將在這個月十八號抵達火星 而它是否能夠成功登陸 關鍵就在最後進入火星大氣層 緩降還有著陸的過程 毅力號必須在七分鐘之內 把時速從一萬九千公里降到零 這段時間被科學家稱為恐怖七分鐘 毅力號去年七月底成功發射後 預定這個月十八號就將抵達火星 任務成敗的關鍵就是最後高速進入大氣層 打開降落傘 再緩緩著陸的恐怖氣氛中 科學家表示 毅力號這段減速著陸的過程最讓他們提心吊膽 儘管美國已經多次成功將探測器送上火星 不過隨著探測器攜帶的設備越來越重 早期使用氣囊或著陸支架緩衝降落的方式 已經不負需求 近年來改用另一項創新科技 空中吊車 有點像是在地球上用直升機垂吊 把物品送到指定地點 2012年好奇號便是採用空中吊車技術的 成功登陸火星 這一次毅力號將如法炮製 但是否能順利降落在預定地點 250公尺深的結澤羅隕石坑 又是另一項艱巨挑戰 儘管如此 這座隕石坑有35億年歷史 科學家推測 這裡曾是一座湖泊 中國 懷疑可能曾有古老微生物存在 如果能順利在此著陸 將能進一步揭開火星 是否有生命存在的秘密 公視新聞曾慧米別譯 在剛才新聞當中 我們看到美國民眾急著要打疫苗 不過這個疫苗現在全球是大缺貨 最著急的還不是美國 現在歐盟真的可以說是急著跳腳 還發生了一些大新聞 所以我們今天就請張福昌老師 來跟我們大家聊一聊 大家好 張老師 我們看到這個德國經濟部長 上個禮拜寫信給臺灣 包括經濟部長 在內的一些政府官員 希望能夠協助解決 德國汽車產業的晶片荒 那麼我方在給予正面回應的同時 也表達 希望這個德國在行有餘力的範圍之內 能夠協助臺灣取得疫苗 那麼德國媒體就形容 這是一場很不尋常的交易 你又是怎麼樣解讀臺德雙方建立在晶片和疫苗 這個我們過去都想不到任何關聯性的 這樣一個特殊互動 所以這個德國經濟部長打電話給臺灣 這是在這個疫情期間裡面 非常另類的一種焦點 也是對臺灣的外交史裡面是第一次 德國官員 聯邦官員主動打電話給臺灣 所以說這個對臺灣來講 當然是一件大事 那你剛剛講說疫苗跟晶片的對話裡面 我覺得是 這是兩國之間 德國跟臺灣之間的一個殘酷的利益爭奪 我們要疫苗 他們要晶片 照理說臺灣的話 臺灣的疫情是 是世界上控制最好的 我們的確診 確診總數要九百多人 死亡人數 死亡人數也在四個以內 這比起德國 他在最高峰的時候 一天有兩三萬人確診 那死亡人數有一千多人 所以他 德國媒體用說 不尋常的交易 他原因就是說 臺灣疫情這麼不嚴重 那為什麼拿這個疫苗 這個東西來跟他們要求 他不能理解我們認為的迫切性在哪裡 對 當然對我們臺灣來講是很清楚的 雖然這種防疫是世界冠軍 但是如果說有個疫苗 那我們心理上會更踏實 沒錯 那德國的話 為什麼會 會汽車晶片這個問題 我想說跟觀眾來分享一下 就是說 德國他為什麼今天不要說 航太的晶片 飛機的晶片 或者是機器人的晶片 電腦的晶片 而是要汽車 汽車的晶片 那這個就要 我們要看 瞭解一下說 德國汽車工業它的重要性 沒錯 我們說德國他有 B-Puff 五種 世界知名的一些汽車廠 名車 我相信很多觀眾裡面 他們家裡都有這些 德國的汽車 比如就是Benz BMW Porsche 保時捷 奧迪 奧迪跟Volkswagen 富士 這五種 這五種德國汽車在他們德國境內 他創造了八十多萬個 一個工作機會 那他差不多七個人當中 有一個就做跟汽車工業 有關的一個工作 那他佔德國GDP的總值是 來到百分之十五左右 所以這麼重要的一個產業 說德國的當然是相當 相當重視 在後疫情期間 他要振興德國經濟 去年很慘 現在訂單回來了 結果沒有晶片 開始做不出來 他在去年的一個統計裡面 他的汽車的外銷 總值下降了百分之五十至六十 所以他現在很難得說 這個中國跟歐洲聯盟 簽訂的這個 這個投資投資協定 開放了市場 給德國的汽車工業 所以說德國汽車工業 希望說能夠順的這個浪潮 能夠趕快回到中國 中國市場 來把他的汽車銷售到 中國大陸去 是 是 所以他現在缺晶片 他是集在這個地方 不過這樣子也讓我們臺灣 這個晶片產業 可以說在國際間大大的露臉了 站在我方的立場 這個晶片和疫苗 我們跟德國是互通有無 但是我們也非常客氣地說 是在德國行有餘力的前提下啦 是不是能夠給我們一些 但是就疫苗取得的進度而言 德國目前行有餘力嗎 我們臺灣是很厚道用行有餘力 這個很軟性的一個字來 來形容他 但是我們如果看 看德國現在的一個狀況 我們就知道說 這個德國是尼菩薩國家 制成的很棒 但是我們可能會覺得說 這個輝瑞疫苗啊 這個BNT 不就是德國的藥廠嗎 對 輝瑞疫苗 他的 made in Germany 所以說他在十一月份 他就從德國出國到其他國家去施打 德國人卻打不到 那原因就是說 今天德國他的疫苗的取得 是走歐洲聯盟路線 什麼叫歐洲聯盟路線 就是由歐洲執行委員會 來統一訂購這個疫苗 那歐洲執行委員會現在陷入 這種疫苗荒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看出說 其實歐洲聯盟 他是訂的數量是相當多的 他現在跟 截至在一月八號為止 我看到一個數據 非常驚人 他跟六家全球的大製藥廠 去訂了二十二億六千五百萬劑的疫苗 二十二億六 六千五百萬 是他歐盟四億五千萬人口的 這個四五六倍 還比不上加拿大就是 對 然後而且他繼續要跟 兩家藥廠去訂 要達到二十五億 兩千五百萬劑 所以他數量是非常夠的 那現在為什麼會有 這所謂的疫苗荒 訂得到 拿不到 拿不到 或者是打得太少 打得太少這一點的話 是讓這歐洲人非常非常不安心 舉個例子 我們說在疫情爆發的時候 全球最搗蛋的兩個領袖 一個就是英國的強身跟美國的川普 那這兩位領導人所領導的一個疫苗政策來看 他們是打 施打的率是比歐洲人民好很多 歐洲人民現在總共施打了一百一百二十萬劑而已 那大約換算他的人口 大概是二點七趴 不大三趴的人士打 但是美國有九趴 是歐洲人民三倍多 歐盟遠遠落後 英國最高興了 因為他現在脫歐了 他的數量是非常漂亮 十三趴 是將近歐洲人民的五倍 所以這個對強身來講是非常非常大的一個喜訊 因為現在這個英國手上握有阿斯特捷利康 對不對 他等於是他生產的疫苗 第一關都先在這邊先留下來了 這也導致了英歐之間 這個搶疫苗大戰 目前是什麼情況 未來會怎麼發展 未來怎麼發展 我想說站在歐洲人民這邊來看的話 現在他是處於劣勢 算是敗方 因為他是 我剛才講 這個施打的比例這麼少 而且拿到的疫苗這麼少 那站在 所以說歐洲聯盟 他是希望趕快結束這個戰爭 是 為什麼阿斯特捷利康 可以不按照合約來走 阿斯特捷利康 我們就看前幾個聯盟他的解釋 他說今天的話 合約上面寫得很清楚 那就是只給他三千一百萬劑 那歐洲聯盟說 這個 要一億啊 怎麼對 合約上面是寫八千多萬劑 但是他不認帳 所以他後來在一月三十一 就同意再給他九百萬劑 總共四千萬劑 那對強盛來講的話 他 我 我的觀察是 他有把政治的手伸入 阿斯特捷利康 所以他在歐洲聯盟 非常緊急 其實很跳腳的時候 他在英國媒體上面 說了一句話說 各位可以期待 我們施打的數量 會直線上升 原因他是跟這個 阿斯特捷利康已經說好了 自己國家生產的疫苗 先給英國人自己 有出口管制 是 所以一開始 在簽訂合約的時候 就已經有想到這一步 但顯然歐盟就落後了一步 對 導致現在的局面 所以強盛他現在的話 就是把這個疫苗當作工具 是很強大的政治工具 第一個 他想要說利用這個疫苗 來證實一件事情 英國脫歐是對的決定 他現在施打疫苗的數量 是五倍於歐洲聯盟 就是因為他脫歐了 所以他可以自主地去跟藥廠 跟阿斯特捷利康 拿到這些藥劑 歐洲聯盟 藥不到這些疫苗 那第二個 他在政治上面希望說 能夠以這種疫苗 這種好成績 來告訴這蘇格蘭 蘇格蘭人脫歐 不是件壞事 加入留在歐洲聯盟 加入歐洲聯盟 也不是件好事 所以他希望說 能夠這個疫苗的效果 能夠讓蘇格蘭人 能夠知道說 第二次脫英公投 是不必要的 是是是 那他藉此來能夠達到 第三個目的 希望能夠穩定他的政權 了解 那也藉著疫苗的這個 這個這個效應 來掩蓋 目前我們看到說 他英國脫歐 防疫不利 在經濟上面 在金融上面的一些亂象 把他掩蓋之後 他以這個疫苗 來爭取一些時間 慢慢來佈局 他的一個經濟發展 張老師解釋的 非常的清楚 雖然我們說 這個防疫 應該不要犯政治化 但是實際上 很難跟政治脫鉤 謝謝您今天 來到我們節目 接下來這則新聞 也是在歐洲 就是在法國 對法國人來說 享用美食是生活當中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沒錯吧 但是政府現在為了防疫 就規定餐廳 在傍晚六點鐘 必須要打烊 違反規定的店家 還拿不到防疫補助金 這也是法國南部 位在地中海沿岸的城市 馬里尼亞納 餐廳老闆在門口放上桌子 當成給客人外帶餐點的平台 但仔細一瞧 客人拿了餐之後沒有離開 而是在門外的人行道 坐在老闆準備的椅子上吃了起來 而圍在門口的這幾位警員 不是趁勤務控黨來買午餐 而是奉命監督業者 又沒有跨過停止營業的紅線 法國政府推出的防疫管制措施之一 就是餐廳必須要暫時歇業 當然這也配合了補償辦法配套 有的餐廳每個月補貼 相當於新台幣33萬8千元 有的則是以2019年營業額乘以20% 每個月最多補貼新台幣 743萬多元 但業者認為這樣的補貼 根本過不下去 原本打算不顧禁令開門營業 只是法國政府繼續出招 強調違反禁令的業者 政府就不給任何的補貼或救助 從馬里尼亞納往前進入意大利 情況就差多了 首都羅馬的餐廳在政府點頭下 人們又可以在卑躬交錯當中 閑話家常 逐漸回到那個意大利人熟悉的日常 而除了餐廳 也有國家的學校在疫情 導致停課後重新開放 泰國政府下令 曼谷地區和其他三個省份的各級學校 學生與教職員等在依規定 強制戴口罩之下 可以回到學校上課和上班 而為了確保學校的衛生環境 美國德拉瓦州有學校 迎進中國深圳科技業者 推出了機器人 以紫外線和低劑量的放射線等方式 對教室等公共場所進行交度工作 故事新聞徐佳仁編譯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聞全球話 我是黃明明 謝謝您的收看 我明天晚間十一點鐘再會 我是黃明明